大家好,10月15日在沙田有三組試集,都是泥地 先看看泥地千二米 第一組試集1分12號4-5,算是快的 最高分黃金甲泥地好壽,進龍區90分 這一組比較多高分馬出事,準備妥當 開集時,聖二龍一對前腳並舉稍微慢些 龍船狀元,威威鬥士在尾二、三 前面好眼光出閘快,他捉住 圓蘭你不放,我放黃金甲,好眼光二位 第三位是幼龍串鳳 貼難第四位是聖二龍,後面那三隻 最出的藍衣粉紅帽灰馬,進龍區 中間黃衣大白臂,龍舀狀元 後面那隊是馬爾代夫和威威鬥士 馬群就堆了一塊,距離放頭馬 大概都是四個馬位 過600米斷柱,屠程還剩下一半 前面黃金甲就大,好眼光第二位 後面那一排,貼難聖二龍 中間就是龍船狀元,走出去進龍區 後面三隻,右龍串鳳開始騎著 前面上的威威鬥士,拼到最出就是馬爾代夫 直到最後200多米,前面黃金甲還是佔先 中檔位置按著,好眼光 入面上聖二龍,馬嵐中間都開始騎著 就是龍船狀元,拍著外面進龍區 接近終點的時候,都是放在前面放頭 好處一點,黃金甲第一,聖二龍都很近 迫得,第三位好眼光 又龍串鳳,又走上去 入面那隻就是威威鬥士 外面黃衣,龍船狀元,灰馬進龍區 最出馬爾代夫 好了,前面兩隻試得非常好 逐次逐次去講 首先講黃金甲,泥地真的在香港 頂級分子 如勢不算特別強,但時間快 都要給九分水準 聖二龍,現在的評分應該是有評分優勢 看他就是62分,better than ready的兒子 今年跑泥地比近,上年跑草地 但今年跑泥地非常之厲害 可能泥地比草地好多 62分應該又賣贏,九分水準 好眼光,我覺得他可以再好些 給不到九分水準,是8.75那類 我覺得他可能減完兩分,下三班會好一點 泥地,濕地沒問題,但好像能力上不是那麼高 龍船狀元 這匹馬就是愛爾蘭自購馬 你看到這隻馬是比了高東來練 我一開那些東西就疾了,不好意思 他是Hugo Palmer練的 這個團體原來 在愛爾蘭自千堅尼跑第七 也沒有威脅 在Hampton Court跑第六也沒有威脅 那場馬輸得很遠 在兩歲時又贏了6600米的表列賽 到三歲時跑級賽完全不夠爭 能力上三班應該夠的 狀態還未夠,8.5 騎得很重要 見到這隻幼龍串鳳 每次每次都開很麻煩 不好意思 智利馬王來的,80分 又疾了 為什麼呢 他在外地贏兩場一級賽,贏了一場打比 但他跑六場贏四場,一個第四 初出那場輸 第三次跑到1200米又輸,跑第二 之後連續贏了三場 贏的距離都很遠 4.5個馬位 這隻馬,泥地 一定厲害,草地 我想二班都可以 看看以前的旺跡 這些formline就信得過 其實應該可以,二班都可以爭一下 但狀態初起 留意一下他進度 好,接著進龍區 我覺得他在直路的時候 不是勢頭那麼好 之前試得好些 所以這些貨集 我覺得如勢也不強 比8.5個 威威鬥士 每次都是這樣 在直路試泥集 他不喜歡吃泥 那就退 狀態我覺得很重 我見他神科 之前跟進他 我覺得一般 功夫有做 但操不起 我有少少覺得8.5個 馬爾大夫初起 現在的評分 73分尷尬 但是他會追得近 但我覺得1600-1800好過1400 看看之後增程會不會好些 好了,看完第一組 看看第二組 特別說多一點 戰神 聽回來說好像退役 但不知道是會轉秀 還是怎樣 但怎樣也好 這隻好馬來的 愛地叫Rulership 看看之後 之前試習也很好 看看之後是役主還是怎樣 因為健康沒有問題 好,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 一分十秒八七 比剛才那組 最高分是66分的進益線 對 他會很安全 繼續的思維 來到第二組 都是泥地的千二米 最後入閘是電信飛彈 看他出閘如何 开门大家同步约出,电信飞弹没有晚闸,还在第二位 哪个化它呢?外面八卦快点,电信飞弹第二 第三位近一点,中间机缘在握 外面的位置还有晋益线,红眼罩 贴蓝,蓝衣那只,幸运有你跟马 中档位置,另外一只,橙色衣服 粉蓝帽,飞马辉煌,最出是欧洲新星 尾四位置,标记,飞,后面三只,二进贴蓝,白衣,红毛 对行智星,尾二,霸了到尾,绿色衣服,连连行运 过这个600米断柱,前面八卦,达了个多马位 后面行运有利,一路抓住,最实在第二位 第三机缘在握,飞马辉煌就把进益线出去 电信飞弹,沿路都是贴蓝,马嵩中间对行智星 外面那一对标记飞,最出是欧洲智星 欧洲新星,走进去贴蓝的位置,二进,包到尾,连连行运 直到上面最后200米,前面八卦,松起几步还是占先 一路都是抓住第二位,行运有利 外面都上了点,进益线,进占第四位,对行智星 接近中点,八卦,行运有利很近 第三位,进益线,第四对行智星 中间位置飞马辉煌,贴蓝,电信飞弹最出,标记飞 中间尾四二进,六三连连行运 中间退些,机缘在握,包到尾,欧洲新盛 其实这里9分至9.25,这里8.75,后面8.5,或者没有评分 都很明显的,因为时间慢 好了,这只行运有利,RTChiller的儿子 上年都很生下,都很快时间 亦都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进步,很轻松,9.25,这些马 三班应该没阻力,暂时中 上升到二班不敢说,但应该有两场买 草地,泥地也没问题 八卦,很轻松,55分尴尬一点 因为他跑泥地,跑草地也不一样 泥地这个评分可以赢,9分水准 进益线,66分,上场抹了他,状态都说不够 这货集都有松转给他走 但我想我勉强给他9分水准 对行智星一定要给9分水准 你留意一下他直路怎么走上来 现在49分,但他经常试走都试得很好 他应该来的了,五岁不会再等了吧 拉着都上来的,拍着一只进益线 9分水准,我认为赢得他49分 跑草地或跑泥地也没问题 但看上去好像一只124码 飞马辉煌8.75,不会是8.5的 初出OK的,这只马 五岁仔,看看他会不会 现在58分一出就立即 动手了,因为上三班不够跑 在四班就好一点,但有状态的 8.75给不到9分 因为他预势不算很强 虽然逐得实实 电讯飞弹全程在里面省 没什么特别 我觉得是8.75平稳 肯定没有上跪那么好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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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我想我都要给8.75 这四只马都给8.75 公平一点 出 syllable 年年幸运很长途马 还未开戏 前减 及况线 librarian 亦strept 厚洲新星 straightforward 数换 今后1组 那種應該好像1050米 好 第三個集是1分01秒64 我猜不到這麼慢 因為動日升就71分 偉多福這麼快的馬 63分 時間不算快 最後入集是親愛的 也都搞定馬了 開集的時候 應聲彈出來是偉多福 都是靠他放的 在前面 外面升周進馬都站了幾步 他發的那隻偉多福 他放了 偉多福第二 飛凡外面第三 中間拖緊第四位 北驅威龍 第五位 中間有那麼多搶口 現在自己走上去 親愛的 最出的那隻是旭日升 包了落尾就是 紅衣的太紅人 轉彎的時候 前面是幾隻在增持 升周進馬走了一段 圓蘭還是先 偉多福轉彎 他現在達了兩個馬位 升周進馬第二位 第三飛凡外面 親愛的 馬嵐中間 尾三 旭日升 入面 北驅威龍 拿到最出 大白鼻那隻太紅人 直路上面只有200厘米 前面是岳哥的頭 危多福 還佔先 裡面升起幾步 升周進馬 中間位置 飛凡 外面旭日升 親愛的 馬嵐中間 北驅威龍 最出太紅人 猛禁騎 接近終點 危多福 就贏出了大閘 升周進馬第二 飛凡第三 後面那四隻近一點 中間便移動日升 外面親愛的 最出太紅人 現在紅衣的包尾 就北驅威龍 好 再看一次這部集 我覺得早段好像留得好一點 危多福 但中段都留不住 幸好內難有個位置讓他走 如果不是真的糟糕 好行 但是第一段不快 第二段追上來就快了 九分水準 長期拖 你不能不選他 如果你跑泥地1200米 或者草地1000米 他這麼快 我這裏以為留得好 不是的 暈倒了 幸好給他回到內蘭 去就糟糕了 九分水準 升周進馬 是持久新馬 Vancouver 我很喜歡這個種 我接下來11月17日 在紐西蘭的拍賣會 我也有一個 Vancouver賣 LOT128 先買廣告 初期8.5 飛凡PP 很熟 比這隻升周進馬 很明顯 他在外地贏膠沙地 三班沒理由不行 這隻馬很輕鬆 大動眼罩 輕鬆 8.75 親愛的 遙住遙住未夠 不給評分 旭日星 澳洲的PP 來的 外地的Captain Spud 細馬房 在Sale贏 但最後一場 他贏了三班羊榜賽 三水羊榜賽 在Colfield贏 大動眼罩 這隻 這貨集 當作開器 之後大動眼罩才是 現在71分 看看之後會跑成怎樣 三班都應該得掛 看個小 因為很明顯越來越進步 Toronado仔 希望他會再成長一下 還有他大隻會好些 希望接近1160-1190 或者1200會比較好些 大動眼罩 Smart Mixer的兒子 下線拜Vanissaroy 還沒得 不說 寶山英武士 北區威龍 之前也說過 他試襲經常試得很好 所以如果沒有記錯 上次爆大欄跑入Q 我也有特別說 將等結錯 我拼他下班 知道他來得好 但打算還沒得 結果那場馬 魏多放到回來 就沒氣 但他們在外面追上來 我都說了很多次 這匹馬 他試襲真的挺好走勢 外地的形狀 Igerbom 我都說三班 大概不是很厲害的馬 是Tony Pike的馬房 當時看過之後 這個價錢很難 因為他當時輸給西花 西花我買了 他在表列賽輸給西花 西花是贏的 他再之前輸給Fronting Fronting也是輸給西花 所以怎樣計算的形狀也好 怎樣計算的形狀也好 不是最頂級的馬 他要進步一點才行 但是三班應該有馬 這貨集輕鬆 按到1010多久 所以給8.75 好了 看完三組集了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讚 拜拜